今天消息面上说,由供给侧环保,引起的价格上涨,的钢铁水泥煤炭等这些有可能要严查,受此影响, 期货方面是先行下跌了,然后高位的钢铁,化工,水泥等相关个股立马闪崩,低位的煤炭有色则相对好一些,高位股现在很容易闪崩,不管之前的业绩多么漂亮也不行,只要是高位的,哪管你业绩不业绩,先跑微妙,在这种环境下,人们怕高的心理再次出现,而恰恰高位业绩股都是机构重仓持有的, 只要有闪崩的话,机构的压力就很大,然后就会出现,性循环,做,这公众,云阳股市资讯大盘,今天低开震荡为主,968亿再刷新地量,量价其创新低,所谓地量见地价,还有半个月的时间,真期待下一次超跌盘的诞生,如此,昨晚讲的方法,又开始派上用场,继续博弈低价的超跌, 技术指标上,60分钟在2653后反弹真正形成了底背离,今日一游戏,5G与低价超跌不轮动,在今日尬阳失败后,不排除明日超底资金同步入场,迎来小实现法弹的延续,关注60分钟再死差的出现,指数上方压力,在2680附近,后市研判,在缩量阴跌的常态化剑洞模式下, 上证指数击穿了15年股灾以来的次低点,下方,以仅剩16年1月27日下跌形成的2638.30.3年低位,无论从技术面还是消息面观察,该点位均不能构成强支撑,预计后市击穿的可,能较大,后市操作建议,建议大家观望位主,不急于抄底。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